完整的结果吧 所以我想等我把事情处理好 然后我再给你们好好讲一下 可不可以直播间的家人们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一下 好不好 联系 联系是有联系的 家人们 联系是有联系 哈喽哈喽 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 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 对 如果你们喜欢家卫的话 可不可以帮家卫把小特特点上去 还没关注的家人们 也可以给家卫来一波关注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家卫一定要 有点卡吗 家人们 这主要是在你 李哥一定要坚持 家卫你没有错 快刀斩乱 李哥很爱你的 关注你一年多了 家人们 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担心我的 我知道 你们都就是 可能觉得这段时间 我也没有给你们发视频 也没有跟你们聊天怎么样 你们就觉得 可能这段时间我心情不好 但是哥哥姐姐们 我感受到了你们的支持 我觉得我能 我能遇到你们 就是我人生中的一带幸事 然后至于其他的问题 包括李哥这个事情哈 感恩归感恩 其他的情感归其他的情感 我还是很分得清楚的 哥哥姐姐们 你怎么用这个号 家人们 这个是家卫的号 如果你们还没有关注家卫的话 可以给家卫点个关注哈 这个号的话 平时也会直播 这个号平时也会直播 你好啊 你好 悠悠来找你说明 你在李哥的心中很重要 其实家人们 这个我一直都是挺纠结的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 怎么说呢 我跟悠悠之间 我觉得差距肯定是有的 但是 其实我发自内心讲哈 哥姐姐们 我不是在给你们开文笑 我发自内心讲 其实我是觉得 可能悠悠更配得上李哥吧 小李最近有没有来找你 最近他比 应该比较忙吧 我们两个也很少有联系 只是隔三差五发个消息 这种 只是隔三差五发个信息 欢迎欢迎 欢迎新进来 价位直播间的 每一位哥哥姐姐们 家人们 你们都吃过饭了没有哈 我都还没有问 新进来的家人们 你们都吃饭了吗 是的 其实对很多人都在 关心我跟李哥的问题 但是哥哥姐姐们 一切他都有自己的定数 好不好 等过几天 如果真的有一个什么消息了 我就再开播跟大家讲 好吧 家人们 云摩山人吃过了 是不是啊 咱们直播间里面 还有没有没吃晚饭了 家人们 有没有呀 有的话你们打一波 有呢 你要记住 没有配不配 只有爱不爱 为爱 才治永恒 嗯 是的 家人们 这个确实 因为 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相爱可以抵万难 对不对 但是家人们 哎 配不配 配不配就另外说吧 但是 没关系 什么样的结局 我都 可以去接受的 主要是 小李身上看他怎么说 这个的话我也不清楚了 因为 怎么说呢 人心都是隔肚皮的 对不对 我也不能去 我揣测不出来别人的想法 吃饭了 你吃了吗 我也吃了 哥哥姐姐们 我也吃了 好几天 家威好几天没见了 是不是啊 谢谢 谢谢哥哥姐姐们 边吃饭边看直播 对不对啊 哎呦 真是家人们 你们真的是 我感受得出来 你们真的是喜欢我的 因为你们边吃饭 还要边看家威直播 谢谢你们 谢谢 家威开心就好 要有志气和勇气 好的家人们 好的家人们 我觉得 呃 不骄不躁吧 反正继续 底力前行就好了 咱们直播间的 家人们 好不好 不要被金钱所动摇 嗯 我明白 家人们 我明白 你好 你是在哪里 哥哥姐姐们 我 我是四川人 哈 我是四川人 你们是哪里的人 可以打在公平上吗 你们是哪个城市的 你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 你们打在公平上 好吧 谢谢 家威啊 再找个好男友吧 找个真正爱你的 他放弃了一身食物 唉 各位姐姐们 其实 也没有什么放不放弃 一说 可能缘分尽了 就到头了吧 但是 现在也还不一定嘛 我可喜欢你这个 聪明善恋的小姑娘 谢谢 谢谢 有咱们卢州的 德州 德州是属于哪个省份 这样吗 辽宁 重庆 还有山西的 我先自告啊 我是 我是来自四川乐山的一个少数民族姑娘 广安的 广安离我们应该挺近的 叫什么 天津 广州 深圳 欢迎欢迎 咱们欢迎五湖四海的哥哥姐姐们来到家里的直播间 好不好 还有成都的是吧 湖南山东 谢谢 谢谢 哇 真的 哥姐姐们欢迎你们走进家里的直播间 山东 德州 哦 那那是家为孤陆寡闻了 因为德州这个城市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说过 今天是 今天算是 嗯 又被科普到了 家人们 又被科普到了 你们好 你们好 无论是来自湖北的朋友还是安徽的朋友还是广西的朋友或者是成都重庆 湖南长沙还有广州深圳的 还有哪里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城市的哥哥姐姐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家为的直播间好吧 记得按时吃饭由于你的感性心情不好就不去吃 我会按时吃饭的家人们我会按时吃饭的啊 呃家为我是四川八中的我喜欢看你直播谢谢谢谢四川八中的我是乐山的哈老乡很多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四川的有没有家为的老乡呀有的话咱们扣一 对播一好不好我看直播间多少家人们跟家为是老乡 晚上好晚上好新进来的家人们晚上好 德州马戏团很出名是吧啊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小姑娘不能相信每个人说的话 我感觉再忙也没有爱情重要家人们每个人想法都不同嘛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北京的真人阿姨是北京的是吧 哇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现在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六个六个六个是家为的老乡了六个人是家为的老乡了谢谢谢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还有广西的是不是那个悠悠还来找你吗家人们呃今天这段时间的话好像悠悠是在是在我们这里的是在我们这里的县城里面好像 但是自从上一次你们也听见了吗就是家为直播的时候他来过那次之后后面就没有再来过了 对 这么善良可爱的女孩子谁找了也是他们的夫妻哎呀谢谢蓝蓝阿姨谢谢 晚上好晚上好周阿姨晚上好我老家在四川打着哇 香港的还有香港的谢谢呃家人们咱们就不用刷礼物好不好 好 礼物我们就不刷了我们就是聊聊天然后你们喜欢家为的话给家为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好吧 周阿姨李哥什么情况李哥 说来也话长说来也话长 李哥去哪里李哥一直在他公司里面家人们 家为我很喜欢你这个小姑娘谢谢谢谢家人们 晚上好晚上好新进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不要怕那个悠悠 不怕不怕家人们 我觉得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家为就有千千万万个直播间里的家人家人们 所以我不会去怕任何一个谁的 如果他们非要就是欺负我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我也会站出来维护自己权利的 好吧谢谢谢谢 那李哥怎么不来他应该是比较忙吧他应该是比较忙 晚上好蓝姐晚上好山东寂寞 新年快乐你是个好姑娘会找到好帅哥的 谢谢谢谢 那个悠悠去你家也是也是看小李子你家 从过年到现在李子和就没有出现过很长时间没来见你了吧 一定要加油谢谢 直播间的家人们真的我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是我觉得很暖心很暖心真的 他联系过你吗有我们是有联系的这样吗我们是有联系的 配方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有联系这样吗 谁不找我们家威他会在后半身后悔和遗憾中度过 哎呀谢谢来了阿姨没有了没有一切都有他的定数嘛 我就平常心对待就好了平常心对待就好了 家威你太善良心软对悠悠这种要狠是吗 没关系的 家人们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一直都是觉得如果是我的他终究跑不掉 不是我的我再怎么去抓住也没有办法 也抓不住的 这么久都没来直播间也应该来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是不是 等他等他等他什么时候想就是有空吧 等他有空了我就带他来直播间好不好哥姐姐们 我去跟他沟通一下因为上次我跟他说他 他公司太忙了说是 然后他就说没有时间直播他就跟我说 帮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姐姐们问个好 然后我就说行 一切都好起来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各位姐姐们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我们共同期待吧 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欢迎 其实当时呃 呃 当时又又说的挺对的 他说 他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听过 他当时跟我讲的是 呃 我跟李哥的话只会拖他的后腿 只会拖他的后腿 但是李哥跟他的话可能他们双方两家人 就是一家一等于二的一个嘛 就是会 两家都会越来越好 嗯 家伟是一个有才有得的 谢谢谢谢 谢谢李叔叔 谢谢你 不是谁都能当上空姐的 对 因为怎么说呢 呃 哥姐姐们你们知不知道家伟以前是做什么的 知不知道呀 这个我还没有问过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知不知道家伟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呃 不见得 是吗 你不在李哥公司上班了吗 咱们回来了 谢谢 李哥公司现在比较复杂吧 我就不好去他公司上班 对 家人们 你们知道的话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员 不见得他们门当户对呀 比起比起我来讲他们算是门当户对了 晚上好晚上好对我以前是做就是 用俗话来讲就是飞机里面的服务员吧 飞机里面的服务员 然后你们想不想听哥哥姐姐们 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我当时的一个当时内容